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很开心 或者他遭遇到什么问题 是 对 他都会在那个时候跟你说 对 欢迎来到 老鹰抓小鸡 咕咕咕咕 就是你会发现 当你选跟孩子生活经验 他是有比较密切关联的 他就会很喜欢 或是他就会很有感触 那他可能自己 也会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他就会有很多 想要跟你分享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只要 听绘本的时候 或是一起读绘本的时候 有一个一来一往的感觉 其实就很棒 因为其实就是 不管你跟谁 就是彼此在交流 那他们就会把他们 对于这本书的想法告诉你 他们会主动告诉你 所以你不用告诉他们 这个道理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有时候讲故事的时候 可能就是 因为每个人讲的风格不一样 那因为我是很喜欢 跟小朋友互动 所以常常都会遇到 可能是小朋友在讲故事 就是很有趣 他反过来再跟你说 对 他会告诉你说 不是这样啦 对 或者他会 他有他的想法 其实你也会透过一些方法 知道他是不是有 有很认真的投入 是 例如说 可能我曾经讲一本 就是 例如说 云上的阿里 好 我可能之前的时候 对 因为要谈就是 生命教育的主题 所以就选了一个 或者是像什么 爷爷的天堂笔记本 这样子类型的书 那可能里面呢 就有一只 黏羊的样子 那我可能就会说 哦 可是这是一只狼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狼 是是羊妹妹 我就说你确定吗 就是有时候你会故意 就是在里面设一些机关 然后对 跟他们一起对话 对 或者他们就会说 例如说他在云上阿里里里面 有一个就是说 人走了以后 会到云上面 哦 对 对 然后呢 你会先排队 你可以带一样 你最喜欢 生前最喜欢的东西 跟着你 所以每一个人都带的不一样 例如说奶奶可能就带了打毛线的 然后可能有的人喜欢看书 就带了一本书 喜欢做菜的妈妈就带了平底锅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只羊都不一样 对 那例如说我就会问他们说 所以你最喜欢什么 对 你想要带什么 你想要带什么 如果你可以带 对 如果的话你要带什么 所以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有他们的想法 对 他们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对 所以刚就是小葛老师提到 就是 选择跟他们生活经验里面会遇到的 那就是可以透过不同的主题 跟不同的方法 例如说冬天的时候有橘子 对 有没有 带小朋友可以看到菜市场里面有很多橘子 所以那个系列我可能就会选科普的绘本 哦 科普的绘本里面就有很多告诉他们 就是 橘子是怎么长大的 然后怎么样判断橘子 然后我会带一些道具 对 例如说我讲科普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是真的选了两本橘子的绘本 然后一本是在谈橘子在家里面通常是什么用途 例如说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烤橘子啊 对 喉咙哑的时候可以吃烤的 对 对 然后什么样的时间点吃橘子 另外一本其实多一点是橘子的生长过程 那那时候我就会带放大镜 嗯 跟带真的橘子 对 这种就很有趣 然后他们真的可以去看橘子的地头 上面有根梗子吧 对 然后拨开以后 完全不要拨开橘子 你要怎么知道这个橘子里面有几半 对 有几片橘子 对 其实是上面就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以后里面就有气孔 对 它是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有几点 嗯哼 对 这就很有趣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回顾到我们刚刚讲说 哎 你怎么选择绘本 对 例如说有的小朋友 他对于自然很有兴趣 对 爸爸妈妈带他们去的时候 可能不是只有玩在公园里面的玩具 对 可能有一些他就很喜欢看昆虫 对对对 对对 小朋友很喜欢看叶子 或者看什么 那这样子的时候可以选一些 跟他们有一点点认识有关系 不是很陌生 对 可是也比较没有那么深入了解的 对 也可以成为绘本的主题 是 对 那那个可能就像我刚刚提到 就年纪大一点点的小朋友 可能五六岁四五六岁 对 小朋友他们就是已经可以 可以开始去认识 对对对 就可以认识 就是您讲的 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会讲 对 怎么变成一棵橘子树 它开的花是白色 香味是什么 这个就是可长可短 看要怎么讲这个生长过程 可长可短 可浅可生 对 然后去看小朋友年纪 小朋友年纪多一点 带一点道具 他们也会觉得 就比较有兴趣 对 是耶 所以我总结一下 刚刚你讲的大概就是说 依照小朋友的 比如说生活经验嘛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喜好 嗯 然后再来就是依照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季节 或是一些节庆 对 其实我也是这样选 就是依照现在有什么节庆 也可以放进来 嗯 就是就会 因为你在街上 就会看到这些 所以你就会觉得 诶 这是什么啊 就会有兴趣 所以你在教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诶 我是有兴趣 想要了解的 因为等于大家可能 有些人都知道 但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向 给爸爸妈妈们参考 其实我觉得 像我自己 因为很喜欢吃东西嘛 对 所以我也常常选食物的 食物的绘本 对 对 那也是可以 最后可以跟小朋友 他们做一些互动 嗯 因为他们常会告诉你 他们都吃了什么 嗯 所以这个也很容易 有跟他们做生活经验的交换 是 嗯 好 那我再多补充一下 刚刚橘子姐姐有提到说 不同的年龄 他们就是适合的东西 不太一样嘛 比如说小朋友 是适合重复性的运文 然后大朋友 就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去讲一些句子的结构 这些东西 所以总结一下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基本上就是 培养他们对于单词 不管是中文或是英文 这样子的一个发音的基础 或者是说辨识 这样子的能力 透过图片等等这一些 或是可能音乐 比较活泼的方式 然后去加深他们跟 不同的词 或者是单字之间的连结 让他们去认识 那如果是大孩子的话 就是比较像是 透过故事的情境 可以让他们知道 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单字 或是单词 然后再延伸句型啊 或者是阅读跟语感的 这个能力 对不对 对 这所有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对 其实都还是要达到一个 他们会喜欢阅读的目的 就是不要为了要让他知道 这个词怎么念 这个什么念 然后最后他觉得 压力很大 不喜欢 其实我相信就是 压力这件事情 我相信应该到一百岁的人 都一样会不喜欢 所以小朋友只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给他一个很愉快 就是说故事 就是一个很愉快的时间 对 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 很自然而然的去展现自己 对 很轻松的方式 展现他们目前用的词汇 到哪边了 那如果他不会 你就教他 其实很OK 非常轻松 对 而且有时候甚至是你说过 爸爸妈妈例如说 你说过这个故事 然后他可能很喜欢这个故事 是 有一天你就可以自己装笨 说我好像听一个 我忘记那个故事在讲什么了 我想听一个故事 你会吗 你会讲这个故事吗 有时候就换成小朋友 讲故事给你听 那我觉得其实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小朋友也会加入他的想象力 对 他会讲出一个 专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他可能会编一个情境 一个情节 对 就你没听过的 对 他会给你很多经验 真的 我相信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常会有一些 很惊奇的想象力 对 或是会把自己的一些美感 放在里面 对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真的真的 很多想法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爱 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大孩子跟小朋友 他们的引导方式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橘子姐姐举例一下 假设爸爸妈妈他们要引导自己的小孩 那比如说你刚刚讲同一本故事书 或是不同的 该怎么样去引导 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还不是太有经验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其实如果刚开始想要讲故事 给小朋友听的爸爸妈妈 是 我想就是会需要做一点点事前功课 是 就你刚刚讲的是一门学问 对 所谓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 其实就是说 首先可能是 爸爸妈妈在看这本绘本的过程当中 已经先看过了 然后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 对 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一本全新 你都不知道这故事在说什么 那可能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您就比较没有弹性可以做 发挥 对 做发挥 例如说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假设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 有一个主题是生命教育的课 的主题 那其实这个主题 有时候蛮深入的 对 然后有蛮多绘本 其实毕竟就是谈生命教育 通常就跟生跟死有关系 是 所以 比较heavy一点 对 会觉得好像比较重一点 是 所以我通常 假设是六岁学龄前的 小朋友的话 我通常在选绘本上面 我不会选 太过伤心的绘本 对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选 是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让他知道 就是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 会 因为 其实像我之前讲 例如说 我举这个例子好 例如说我曾经说了一个 天堂笔记本 天堂笔记本 好 那我当时选这本书来作为 生命教育的一个 绘本的介绍呢 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他很明确的去谈 爷爷离开了 然后爷爷呢 他 留了一本 笔记本 叙述天堂跟地狱的 差别是什么 对 所以其实他光 刚开始开业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看说 爷爷到底是怎么样在写这本东西 他就开始在 好有趣 破诚说爷爷喜欢写东西这件事情 所以 如果有兴趣的宝妈妈 例如说您的孩子可能是四五岁了 对 以上 甚至到国小到六年级 是 这本书其实都还有蛮多能够说的 对 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书 它的range就比较 范围比较广一点 广一点 对那他可能从前面 他就会铺成说 爷爷就会一边写字 他很喜欢写东西 然后一边想 然后想要怎么写的时候 还有一边挖鼻孔 然后写一写 觉得很好笑的时候 自己还会在那边偷笑 然后还要喝个茶 然后写一写以后 爷爷年纪比较大 可能还会开始肚固 会打瞌睡 这其实就是日常 对 所以其实就是把这个日常里面放进来 对 那他在谈这个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谈到说 那将来死掉以后 想要变成什么呢 也希望家人可以帮我做什么呢 这样子等等的事情 对 那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小朋友 或许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说他们听得懂吧 可是其实我觉得 他们可能会有一点似懂非懂 可是我们不太能不能够期待说 好像这一本书 他只读过一两次或者十次 他就要完全懂 对 其实我觉得不要给这么大的压力 对 就像其实我们大人也是 对 我们看一本书 我们也不见得看完一次就完全懂 对 我们可能还要上网去找一下 对 Google一下这什么意思 对 或是什么电影 我们也不是一次就完全看得懂 没错 我们可能看个两三次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所以其实小朋友也是一样 对 然后不用担心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懂或完全不懂 对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都是在就是潜移默化当中 是 慢慢的去理解一些事情 所以确实也有一些小朋友 他可能听到有一些故事 他可能会觉得可能刚好他遇到生命中可能狗狗死掉了 或者是貓咪走了 他可能觉得很伤心 对 所以例如说绘本里面有一些是引导情绪的绘本 对 就是帮助他们了解说 我现在的这个心情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对 我现在的心情好像有一点生气 我跟小朋友吵架 为什么 是因为我有点生气 我为了什么事情生气 对 或者是我东西最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被吃完了 然后我觉得很难过 对 很伤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对 所以就是小朋友 我提到就是说 例如说在选绘本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 例如说 里面甚至于有 希望家人帮我盖什么样的坟墓 那这坟墓可能是一个游乐园 也可能是一个长得像恐龙 你可以爬上去 也有可能是有人形立牌这样子 这边其实小朋友就会有很多的想象 他们自己的 对 对 他可能就会问他 那你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有什么样的坟墓 对 或者是地狱的话 会是长什么样子 天堂又是长什么样 是 就是可以透过 好像很多 大部分在谈 例如说谈地狱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地狱很可怕 有没有 大部分的绘本都是画的 很像把舌头拔出来什么 就看起来很可怕 所以爸爸妈妈在遇到这样的绘本 也会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是例如说 我选了这本绘本 他里面都提到例如说 晚上睡觉前 都要听很悲伤的故事 然后还要哭两下 很难过 或者是你的生日礼物 就是要打针 Oh my god 大家就觉得 吓死了 对 就是你会觉得 他听起来 就是不是很愉快 对 对 他只是要给你一个 他地狱不是一个 让你觉得愉快的地方 只像一个概念 对 就是说不太开心的地方 对 可是他不是讲的 好像让你觉得 有那种很真实感的害怕 对 不是那种 我们看一些什么恐怖片那种 害怕 他不是 所以可能在选择绘本的时候 是可以透过这些绘本 他们的作家 或者是这个绘本的画画的这些 画风 画风 对 可能可以去挑选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跟你的小朋友去 年纪相符的部分 或是他们喜欢 我觉得像这样的书 就是你自己看了以后 你会觉得有趣 对 你也比较能够很有趣的讲给小朋友听 就你自己其实也要喜欢 也要enjoy 对对对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 怎么选绘本 有可能是小朋友自己很开心 然后喜欢这本绘本 他就选了 可是也有可能是 爸爸妈妈依于他的需求 来帮他选绘本 对 所以绘本的选择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样性 就是什么主题都要试试 对 而且这样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可以了解一下 你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爸爸妈妈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也没关系 对 其实小朋友他们很少在听绘本的过程当中 就是显示他们很讨厌绘本 其实小朋友很少 对 就是很不喜欢 因为前提是有趣 其实他们就会愿意接受 对 对 但是反而是说 就是爸爸妈妈他们自己觉得 这个绘本可以怎么样讲绘本的话 但第一个就是自己要先熟悉绘本 对 自己先对于这个绘本的故事是了解的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还是一直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听到我一直很重复 就是说要对自己的孩子是去观察的 去观察小朋友 对 所以您观察小朋友就知道说 现在的这个小朋友 他现在大概这个年纪 然后他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可以帮助他 对 比如说你刚刚讲情绪或什么这些的 对 我们也常常会透过情绪类别的绘本来帮小朋友梳理他们心里面的情绪 对 或者是他们遇到情绪的时候 他们心中一团乱有没有 对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告诉爸爸妈妈 那我们也会透过情绪类型的这种主题的绘本 然后有时候也会搭配一些颜色 嗯 例如说红色是生气的感觉 对 或者是白色可能是很清爽的感觉 他们我们会透过这一些 或者是配一些道具 嗯 然后来帮他梳理一下 他可能如果小朋友情绪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去帮助他了解他的情绪是怎么了 有哪一些情绪 对 对 那这些东西都是 例如说不知道这个情绪是什么 通常也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 可能三四岁了 对 他已经有喜好了 对 有没有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都会说 你今天想要穿什么衣服 对 他会自己挑 他已经会自己挑了 对 我今天要穿这双鞋 对 我要穿这个颜色 我不要配这个 对 小朋友已经有自己的喜好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可以 我们就可以选一些可以协助他的 嗯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年纪 你越大 嗯 如果妈妈妈对他的了解就是说 他需要的是多一点的理解 难一点的词汇 或者是可以一整句 可以很完整的说出这些句子 对 主词 动词 副词什么 他都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他说 所以这句话是怎么说 你可能在讲过程当中 你也会邀请他跟你一起重复 对 或是你可能会问他 你刚刚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 也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 对 然后也可以是 例如说更大一点 他是像有时候国小两三年级 他已经可以看一些字了 对 可能我们也会邀请他一起跟我们共读 对 例如说有时候我也可能跟小朋友用演戏的方法 对 角色扮演超好玩的 然后就会说 所以我 那我年纪比较大 那我可不可以演小朋友 嗯 然后你演大人 嗯 对 然后所以台词就是他讲台词的部分 对 轮到他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扮演小朋友的台词 跟这个有一些叙述的部分 嗯 所以叙述部分我可能会说 然后可以选的时候 在绘本就多一点彼此的对话 嗯 那这些对话其实就会变成我跟他之间的对话 对 那我可能这句 这一个部分讲完两页 我就说 哎 我觉得有点累 我想要换成大人 嗯 然后我就去演大人 他又去演小孩 嗯 所以这中间就是有一些游戏也可以共玩 对 真的 其实绘本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们如果就纯粹一个大方向来讲 如果是 比如说小朋友你带绘本 你的语气啊 或者是你的道具 这些都会比较不一样吗 跟大孩子 会会 对 你可以稍微举例一下 嗯 好 例如说 呃 我们曾经会用 例如刚提到情绪绘本 对 那可能有一个叫做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情绪妖怪 嗯 然后呢 我们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他其实我们就会用 我们会就是自己DIY 嗯 就我们吃冰棒的时候 中间不是有一个棒子 对 对 那个木棒子 嗯 或者是搅拌棒 对 那我们可能就用那个搅拌棒 会黏那个毛线 不同颜色的毛线 嗯 然后可能会让它整个卷在一起 对 所以小朋友就是会邀请小朋友 把它 我们会放好几个杯子 就是这个杯子是红色的毛线 这杯子是黄色的 嗯 不同的颜色 那小朋友他们会整理这些毛线 把它整理到 这些杯子里面 哦 我们把它弄乱 然后让它整理 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先在故事当中 我们就先跟它聊 嗯 什么颜色是什么样的情绪 嗯 然后那你平常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 譬如说弟弟抢你的玩具 嗯 那你 你心里面 会有什么感觉 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挑那些颜色出来 嗯 所以可能小朋友比较 更需要这些小道具啊 或者是比较生动的这一些辅助的东西 对 或是音乐等等 对 或是演戏 让他们进入你想要讲的那个情境 嗯 但是一样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严肃嘛 对 然后有趣 不要太有目的性 对 就是比较像是分享交流的感觉 嗯 那如果是大孩子 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共读 对不对 对 但孩子多一点的话 通常以我 嗯 建议都会做一些设计 嗯 其实这些设计在 爸爸妈妈在网络上面 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教学分享资源 嗯 就是说 它比较像是读后的延伸 哦 所以就是可以透过在上面 原来你绘本的故事 对 它里面可以去延伸出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对 然后就可以让小朋友去 嗯 有时候可能会是像作业 或者是 嗯 让他们去发问或回答 嗯 对 嗯 对 都是属于比较延伸性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 蛮推荐就是爸爸妈妈 确实是可以 网络上很多资源 在网络上面可以选择 嗯 有一些老师他们会分享资源出来 可以参考 嗯 OK 好 最后想要问一下 橘子姐姐 你觉得家长带孩子读绘本的意义 大概是什么 跟孩子自己读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 我简单的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 对 简单分享 我其实简单的分享 就是说 说实在话 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相处 透过共读的方式 其实是对父亲子之间的感情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真的 对 也就是说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 嗯 也可以沿用一个所谓的椅子定律 嗯 就是说 父母亲爸爸妈妈可以成为孩子的椅子 哦 所以您可以把孩子 他跟您是脸一样是面对前面的 嗯哼 然后把他抱在身上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 会有肢体上面的接触 对 孩子是被您抱着的 哦 然后一起共读这本绘本 对 所以是会有很大的亲密感 真的 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 为什么是孩子 当孩子的椅子 嗯 就是说椅子其实是 您是面对外面 代表孩子随时随地 都可以到您这个椅子上面来坐 嗯 所以您对他是有很多的爱 对 可以让他开放性的去外面玩 去自由的玩 但他最后都可以回到你这个椅子上面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互动上面 跟你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包袱 嗯哼 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嗯 那如果说你年纪大一点点 多一点的共读 其实是当然就是爸爸妈妈 其实有时候您也一天很忙碌 跟孩子要聊什么东西 有时候孩子太小 也没有办法聊天 对 透过共读 其实也是彼此 增加彼此的共同记忆 嗯 而且是很棒的对话 跟沟通的一个时光 对 而且爸爸妈妈如果一整天 上班很累回到家 嗯 其实如果也是很喜欢故事的话 其实很疗愈 很疗愈 真的 对 跟小朋友一起讲故事 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 对 你刚刚讲到那个椅子啊 嗯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别人的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深刻 就是他说 为什么叫做共读 共就是说 因为很常大家都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跟孩子 有一种上对下的关系 对 可是共读的话 我们就是一起 虽然爸爸妈妈是需要跳脱 你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跟孩子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读这个东西 嗯 所以那个交流 跟你平常日常生活中说 诶你不准这个 不准那个 那个关系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交流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互动 对 跟如果您只是听音乐啊 或者是听故事 对 其实那都是单想的 因为小朋友只是单纯在听 对 他没有跟你交流的这个时光 对 而且共读也可以提供父母亲 一个观察孩子的机会 也就是说一整天 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嗯 知道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 做什么事情 对 可是您可以透过 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去了解 观察您的孩子 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有时候互动 他会告诉你 他发生什么事情 对 真的真的 对 或者他需要什么帮忙 嗯 那父母亲的工作比较多 其实都是引导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引导孩子 去说一些 也可以多了解一下说 哦 孩子可能什么样的心情 嗯 什么样很开心 或者他遭遇到什么问题 是 对 他都会在那个时候跟你说 对 所以我觉得共读 算是一个非常有效率 又非常好 可以建立亲子信任跟默契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真的 好 我们今天谢谢橘子老师的分享 谢谢小可的邀请 谢谢小可老师 不会不会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橘子老师或我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对 现在中英文都 绘本都非常的热门 然后我想爸爸妈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 然后我们都会尽量为大家解答 对 分享 然后如果想要听橘子姐姐说故事 也可以去台湾文学基地 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橘子老师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Crystal老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老鹰扎小鸡 下一集就会自动送给你哦 不论是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YouTube的其他平台 听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五颗星 并留言给我们股 我会尽量的资讯 花一点时间 订阅 及分享给你身边可能会有兴趣的朋友 家长或老师 让更多人一起讨论这个议题哦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 想法 或有其他想听的主题 欢迎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搜寻老鹰扎小鸡 欢迎留言给我哦 I'll see you soo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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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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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得